就比如说有一次就是我们已经约好了出来看电影嘛 对吧 然后他当时就领导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他就直接去工作了嘛 然后就把我一个人丢在电院 然后我就觉得他就是每次就是很敷衍我 这个除了时间上忙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是他平时有一个习惯嘛 然后他不管是去哪儿都喜欢提到他的一个电脑包 我跟他一起去逛街 然后他就一个人坐在沙发那儿 然后他就在敲什么代码之类的 然后修复什么什么bug 然后我试完衣服我就问他好不好看 他就很敷衍我 他就说嗯嗯 好看好看 就这样子很敷衍的样子 可是的话确实就是那样呀 好看的话我就跟你说了 你就包起来嘛 不好看你就换一件嘛 我跟你也说了呀 你知道问题是女生的话 是需要你去回应的 但是你每次就是很敷衍的说 哦哦好吧 然后我就感觉你根本就 没有很看待我们这一份感情 对啊 是我情长比较激恶 我只能那样回应你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我就说哎 好嘛 然后你就包起来拿走就可以了 反正我就是觉得他平时生活中 就是这个样子 更搞笑的是什么嘛 主持人 就是那一次比如说逛街嘛 就是他在沙发那儿就是工作嘛 对吧 工作到一半 他电脑没有电了 他直接把我带去网吧 然后他在工作 他让我一个人在那儿看电视剧 然后整个就是一天下来过后呢 他也觉得这一天挺充实的 你觉得这这么大人无语吗 我就觉得你就是你约会的时候 本来就是约好时间出来约会 你在享受他颜值的同时 你就得接受这一切嘛 而且还有就比如说他平时的话 就是还要每天啊 就是拿一个小时来自己做一个总结 然后还在我这一个小时的时候 不要去打扰他 这一个小时的话 主持人我跟你说什么 可能很多人都需要这一个小时来 总结一下自己的今天的生活啊 工作啊这些 都是很正常对不对 然后的话我就是总结一下 我今天工作哪里出错了 明天哪里可以省掉 这不是挺好的吗 问题是你每次在总结工作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总结一下 我们感情之间的一些矛盾呢 我也看了呀 我们感情感觉挺好的呀 没什么啊 你看嘛他就是这样说 每次都是这样说 就是完全找不到 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矛盾点 行吧你指引他嘛 你告诉他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嘛 你说嘛 问题是对啊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不是吃东西 可能过敏了嘛 然后我跟他打电话我说 要不你送我去医院之类的 然后结果他就陪他什么朋友吃饭啊 或什么客户吃饭的 他说等忙完了 然后再回我信息 结果忙完就没有音讯呢 我还在电话里面跟你说得很清楚嘛 有啥事你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嘛 你还没跟我说 我以为就是问题不大嘛 然后就你自己一个人去就好了嘛 然后当时也陪客户嘛 然后走不开嘛 然后客户老板都在 我不可能就是你自己先走嘛 我也跟你说 如果你有啥事 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我也可以去解释 然后我可以先走的 你还没跟我说呀 反正你每次都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嘛 就好比就是一些重要的事情 他总是缺席